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非常興奮的收到所謂Marble裡面的最大的大魔王 也就是賽諾斯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賽諾斯在漫畫裡面設定 他也不會比鋼鐵大多少 一般印象中我本來以為他可能跟浩克一樣大 那其實他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雖然他外盒還蠻大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外盒的部分 外盒基本上比四分之一稍微來的小一點點 比跟浩克的外盒大小差不多 然後這次的配件呢 嚴格來說不多啦 可是因為附了一個椅子 不過這個椅子相較之下 在這個成本上也不便宜 所以他只附了一對手跟一個褲檔 好,那什麼是褲檔的用處 等一下讓大家知道 那對手呢 我們看一下 那我稍微把手拿起來特寫一下 這個是 他所附的 手 然後對焦一下 好,一度以為我收到這個手是可動手 那後來發現我太天真了 就是他還是一般只是攤開的手 這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失望或是偷懶的 因為一般六分之一就有這種可動手 那他做到 雖然他也是六分之一比例 可是他已經比一般手還大了 本來以為他會像浩克做成可動手的 但並沒有做 然後另外一片褲檔 好,那褲檔是第二個 我覺得失望的地方 並不是因為他褲檔失望 而是上面這個 銀色的部分他並不是真的用 用鐵網 好,如果用鐵網相對的 雖然他塗了已經很有鐵網的質感 那當然如果用鐵網的話 相對會更有手感跟質感 那這是個人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這個就是橡膠的 這五口厚非 因為他改成坐姿的話 換成這一片 才不會腳竖起來的時候 褲檔那一片翹起來很怪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附了一片是可以 替換做下來的 那他因為沒有辦法像 一般正常 不管是布或是什麼質感 是正常下垂的 所以這個是他附的配件 然後再來就是 椅子了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主角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基本上 這是椅子亮燈的地方 就是底下這一塊會亮 然後這一塊 就是坐的地方也會亮 然後兩個扶手也會亮 那你稍微轉動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就有點像懸浮石的一個 感覺 所以這邊都有LED燈 然後上面的這邊背板 這邊就沒有會亮 好,那這個就是他大概 椅子會亮的幾個地方 那只是開關超不人性的 你把它翻開 你就可以看到 你必須把電池蓋都翻開 你就可以去做開關 而且電池還沒有獨立的蓋子 好,就是有一個很不密合的蓋子而已 好,這是椅子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主角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主角的 特寫 那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要把外盒放在後面 主要讓大家看一下 頭雕的一個差異跟 後面的圖 那後面的圖的部分 我覺得是呈現比較好 首先我們先看看Toy的頭雕 頭雕 這一次我覺得做的普通 第一個他表情並沒有 沒有非常有魔王的感覺 反倒是背面的 用畫的那一張看起來比較有 魔王的質感 然後再來呢 眼神 就是 就是怎麼講 那個 眼球的貼圖也沒有貼的 非常的細緻 你可以去注意 就是這一支的眼球貼圖 跟其他12吋 HATO以其他12吋去比 這支真的比較偷懶 然後 眼神的刻 眼球的 眼睛跟眼球的刻 刻畫也沒有那麼的細緻 好 那再來就是臉部上的紋路 那在背景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臉部上的紋路 其實是刻的很深 而且 凹進去的深痕 應該是要有 有上色的 可是 在 實體拿到是沒有上色的 你可以看到 凹進去就是膚色 所以這個是 不是膚色 就是他本來的顏色 是沒有 沒有針對凹進去的部分 再去上一些 比較深的舊化 或是質感 或是刻痕的部分 然後包含皮膚紋理 所以 都沒有上色 所以這一支的 整個頭雕嚴格來說 算是 我覺得上色是非常失敗 因為他等於是沒有上色 他只上了嘴唇 跟 貼了眼睛的塗 那其他都 完全沒有質感 那你可以看到後面的圖片 他就算是藍色的 皮膚也應該要有 藍色的皮膚的質感 然後後面圖片 你可以看得到 後面圖片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他的 凹痕這些 好都是有 有比較深的顏色 但是在 頭雕上沒上出來 這是我覺得 偷懶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主體其他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來 進 進照看一下特寫的部分 扣上 扣掉剛才以上講的缺點 其實我覺得他整支 還是非常的帥 雖然 他有很多的瑕疵 可是一樣掩蓋不了他 是一個非常帥氣的魔王 那你可以看到 頭的可動的部分 基本上這一隻的角色 轉到側面 他頭跟脖子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 你如果要換 必須連 換有脖子的頭雕 好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那頭跟脖子連在一起 另外一個缺點是可動比較差 好所以他 就會被脖子卡住 對不對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他如果頭跟脖子分開 我覺得他可動會更好 所以這次一隻 我覺得這隻 比較偷懶的地方 不過他在盔甲上的質感跟舊化 非常有剩都是 盔甲的感覺 那舊化的質感跟 金色的金屬感覺 都還不錯 在轉動上面 你可以感覺到 跟鋼鐵人的那種 盔甲質感的呈現又不太一樣 而且這隻的盔甲呢 其實大部分是軟膠的 所以 在軟膠上可以塗層 就是 有那種硬的塑膠的感覺 算是處理的 不錯 然後再加上他又有 舊化的質感 可是他頭就轉不太過去 這是 繞枕的關係 不是 跟繞枕沒有關係 這是 結構設計的問題 好然後側面呢 你可以看到 好 這是 手臂可以平舉的 部分 那這個 我覺得這隻其實可動 跟浩克差不多 可能比浩克稍微好一點 那手臂可以彎的角度 那手臂可以彎的角度 好 稍微往下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 好 大概是90度左右 好 他手臂可以彎的部分 然後轉到背面 你可以看到 那腰部呢 這邊有一個關節 是可以 轉的 所以 如果你有玩快打旋風 就會知道 他的大絕招 好就是這樣子轉 對不對 好 所以跟快打旋風 也沒有關係 不過他的腰 不能真的轉360度 不過快打旋風那個角色也不行 好 那就是有點 有點像快打旋風裡面那個 角色的 部分 那這是我覺得 這一隻呢 其實不管是體型跟 體態喔 跟整個細節的感覺其實都 都做得挺不錯喔 除了 扣掉剛才講的那些 缺點之外 好 那再來我們再往下看 下半身的部分 那下半身呢 我們稍微把它往下轉 大腿應該是他 活動比較大的 雖然他左右 好 不能到 到劈腿的程度 可是 還可以蠻開的 那因為他要可以坐著 所以前後呢 他花了很多心思 讓這個物件呢 是可以 可以坐下來的 好 這是他比較 就是 大腿上設計是 少數人口 做不到的 的動作 那當然他也可以 往後 那只是往後呢 他就 他就沒有辦法做到劈腿 因為 後面會被 屁股手卡住啊 就是屁股這個盔甲 所以往前的角度是來的 比較大一點 但沒有人在乎胖子劈腿 所以 胖子要劈腿也是很難 畢竟劈腿要長得帥的人才辦得到 又扯遠了 好 那再來呢 看一下膝蓋的部分 轉到側面呢 你可以看一下膝蓋 膝蓋只能到 90度 那這說明書也有說 這是他 最大的角度 那因為他就是一般人偶 他也不像鋼鐵人 所以他也不會有什麼 特別的盔甲設計去避他 這個部分 那至少腳掌是可以 跟盔甲分開 這是個人覺得最慶幸的地方 腳掌可以很完簡的可動跟釋放 所以整支站起來其實蠻穩的 所以他也沒有附底座 除了附椅子之外 椅子不算底座嘛 所以這一支呢 並沒有 沒有像其他的 星際異攻隊的角色有附底座 那這個 也是另外一個 不曉得算不算可惜啊 因為 你星際異攻隊擺一整套 大家都有底座 結果他沒有底座 然後坐在椅子上 擺起來也 說真的不是非常的搭 好這個是 這一支角色的部分 那在這裡呢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定啊 其實你收到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他蠻帥氣 雖然有以上講的缺點 可是 還是不會後悔喔 那這裡呢 推薦給大家 如果 沒有買的人 我相信 你如果喜歡這部電影 或是你覺得 喜歡比較特別的角色啊 這支是一個 挺帥的一支角色 那最後呢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那有任何需要預定的商品 或需要配合廠商 都可以與我聯絡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次的 賽諾斯之大人玩具開箱